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遭受洪灾 截至17号确认至少58人遇难 数十人受伤 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的继续 人员伤亡数字可能还将上升 16号晚发生的洪涝灾害 影响了巴布亚省森塔尼镇的九国村庄 除人员伤亡外 洪灾还造成不少房屋被淹 桥梁 机场以及多所医院损毁 当地救灾相关部门人员介绍说 4000余名当地居民已经被紧急撤离 至临时避难场所 另据报道 在森塔尼镇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 崩塌的泥石堵塞河道形成艳色湖 此后艳色体崩塌引发了洪灾 由印尼抗灾署国家搜救局军警 印尼红十字会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 正在展开紧急救援 部分救灾物资已送往灾区 17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 救出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 此前他在废墟下已经被困数个小时 婴儿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救援人员尚不清楚这名婴儿父母的下落 由于洪水和泥石流损毁了多条道路 救援人员还无法抵达部分受灾区域 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的继续 灾害所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次 预计还将上升 巴布亚省已宣布当地 进入长达两周的紧急状态 并希望从中央政府获得援助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 是印尼的雨季 也是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的高发期